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文出自约翰一书第四章四节 圣经说 小子们啊 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圣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以上经文是一个重要的陈述 这个陈述告诉我们四件事 第一 基督徒的身份 第二 基督徒必须征仗 第三 基督徒的得胜 第四 基督徒得胜的真正原因 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一方面 基督徒的身份 这里约翰使用两个表达 一个是小子们 小子们是一个亲切的称呼 小子们给人的印象是 年纪还小 能力不足 经验和智慧缺乏 小子们给人的印象是 转作东歪西倒不堪一击 但基督徒有另一个身份 就是属神的 属神的 就是称为神名下的 是神所拥有的 是神的产业 我们如何属神呢 是主耶稣用自己生命的代价买赎了我们 使我们归于神 这是令神安慰的事实 因为凡属于神的 有圣灵的印记 凡属于神的 神会看顾 会保护 会供应 会及时施行拯救 因为祂是属于神的 而且神远超过撒旦 属神的人也胜过撒旦和撒旦的差异 感谢神 小子们本来一无所有 没有本领 没有资源 小子们原来什么都不是 但因为祂是属于神的 就成为耶和华大能的军队 今天 基督徒居住在世界 却不属于世界 他们是属于神的 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二方面 基督徒必须征战 你问 基督徒征战的对象是谁 基督征战的性质是什么 回答 从上下文看 基督徒征战的对象是 是魔鬼 邪灵和假先知 基督征战的性质是属灵界的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四节说 我们虽然活在一个有血有咒的身体中 却不凭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 正是神的那些至高之士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所以基督徒的征战是光明与黑暗势力的征战 是真理与荒谬欺骗的征战 你问基督征战持续多久 回答 只要基督徒还活着 只要邪灵魔鬼还存在 属灵的征战就不会停止 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三方面 基督徒的得胜 得胜这个动词是以现在完成时态出现 中文是胜了他们 就像摩西在埃及王法老面前与埃及的魔术师征战 无论魔术师使用什么方法 无论魔术师背后的灵是多么险恶 邪恶 摩西都依靠神胜过他们 我们有看到尼利亚在加密山与耶喜别的850个假先知的征战 尼利亚也依靠神胜过他们 完全胜过他们 大大胜过他们 在新约时代也一样 魔鬼无论用什么办法引诱耶稣 耶稣都胜过他们 耶稣用圣经的真理胜过他们 魔鬼之中再也无法可施 彻底失败 门修离开 另外 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也能得胜 约翰一书五章五节说 那些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就是得胜子 因为他们胜过自己的感觉和头脑的固执 胜过为信主家人的技巧和反对 胜过异教文化的压力和恐吓 胜过魔鬼的脚掌 阻挠 攻击甚至迫害 他们终于来到父神的面前 凭信心接受耶稣为救主 被神称义 所以他们是得胜子 最后 根据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 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 凡听从圣灵 认罪悔改 坚真爱主 坚守主道 至死中心的基督徒 都是得胜子 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四方面 基督徒得胜的真正原因 圣经说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这经文有三组对比 第一组是明显的 就是基督徒和世界 基督徒是属神的 世界却是握在那二子的手里 第二组是看不见的 就是住在信徒里面的圣灵 和掌控世界的邪灵 第三组是看得见的 就是神的能力彰显出来 大过邪灵的力量 以下我们看 那在你们里面的 你问谁在我们里面呢 回答 是圣灵 就是神的灵 你问圣灵如何 住在我们里面 回答 使徒行传第二章 三十八三十九节 彼得对听见福音 心里觉得扎心的人说 你们各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失免 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 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以福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说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能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了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为印记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二十 保罗说 岂不知你们的圣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中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圣子上 招要神 弟兄姐妹 根据以上的经文 圣证信主的人 都有圣灵住在他里面 圣灵住下来了 就永不离开 以下我们看 那在世界上 你问谁在世界上 回答 是魔鬼邪灵 路加福音第四章 五到七节圣经说 魔鬼领耶稣上了高山 下时间把天下的万国 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这些权柄 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缘是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 就给谁 魔鬼这样说的时候 耶稣没有否认他 却在约翰福音三次 称魔鬼是世界之王 约伯记第一章七节记载 神问魔鬼从哪里来 魔鬼回答说 我在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弟兄姐妹 当魔鬼被神 从天上打下来的时候 这个世界和世界的上空 就成了他的地盘 所以在 尹夫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说 因我们并不是 与属血气的争战 乃是与那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一万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 恶魔争战 你问 魔鬼在世界做什么 回答 让我们看三处经文 第一 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称魔鬼为 撒谎之人的父 他把人带进 撒谎 欺骗和虚空之中 第二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四章四节说 这世界的神 弄下了不信之人的心眼 使他们看不见 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光 第三 彼得在前书 五章八节称 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这就是世界变得如此 糟糕 危险 可怕的原因 启示录说 魔鬼既知道 自己在地上的日子不多 就更加疯狂的工作 他借着物质的享受 金钱的诱惑 叫人追求世界 不爱神 他叫人 去泛众 周体的私欲 不过 敬虔 圣洁的生活 他借着假先知迷惑人 把人掳去 带进荒谬的 谐说之中 以至在 永恒的路上 迷失 灵魂沉沦 但感谢主 在过去两千年里 不论得时 或不得时 信徒都忠心致死 致死忠心 高举真理 坚守主道 把耶稣基督的福音 带到遥远偏僻的地方 使贝鲁的得示范 被囚的得出监牢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的权势下 归向真神 被神称义 与神和好 灵魂得救 所以我们可以感恩地说 真理是得胜的 基督的教会是得胜的 神的子民是得胜的 因为圣经说 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那住在信徒里面的是 圣灵保惠师 那在世界上的是 魔鬼邪灵 圣灵的能力 大过邪灵的力量 圣灵的能力 要战胜 邪灵的势力 邪灵虽然像恐怖的幽暗 但一根斩烧子的蜡烛 就能胜过它 同样的 光明必然胜过黑暗 真理必然胜过虚幻 圣上必然胜过邪恶 而站在圣经真道上的基督徒 只要时刻依靠圣灵 顺服圣灵 与圣灵同工 就必然胜过 杀不荒谬的假先知 最后 我要讲几句话 第一 基督徒不可犯罪 叫圣灵担忧 基督徒的心不可干应 消灭圣灵的感动 第二 我们要谨记 约翰在一书第二章 十五到十六节的话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作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周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第三 我们要学习主耶稣 他胜过魔鬼的欺骗和引诱 因为他熟悉圣经 用圣经的话 回应魔鬼狡猾的试探 第四 彼得前书第五章九节 叫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魔鬼 雅各书第四章七节说 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第五 一个属神的人 和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 是分不开的 根据圣经 一个属神的神 也门圣灵的观照 正最悔改 过与门招的恩相称的生活 一个属神的神 也门圣灵赐他新生命 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 一个属神的神 也门圣灵使他 饥渴慕易 爱读圣经 一个属神的神 也门圣灵引导 敬注真理 遵循神的旨意 一个属神的神 也门圣灵使他坚强 在百般试炼中 欢欢喜喜 宽容忍耐 一个属神的神 也接触圣灵的果子 就是忍耐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Jesus my Lord will love me forever from him no power of evil can sever he gave his life to ransom my soul now I belong to him now I belong to Jesus Jesus belongs to me not for the years of time alone but for eternity joy floods my soul for Jesus has saved me freed me from sin that longed and enslaved me his precious blood he gave to redeem now I belong to him now I belong to Jesus Jesus belongs to me not for the years of time alone but for eternity love for eternity love for eternity love for eternity I belong to him when he's got my hope to be that's why he's been so secure not for eternity what's next I belong to Jesus never so love for eternity 感谢观看